如果你被刺到的話 把毒刺拿掉 大量沖洗熱水之後 趕快送醫急救 其實原則上來講 不會有太大的危險 包含我們大洋池裡面的潛水員 真的 也有被轟魚刺過 一樣 沖洗熱水 送醫急救之後 他現在也都還在大洋池裡面 繼續照顧裡面的魚 所以呢 也跟大家誠信一下 真的 不是說被轟魚刺到 絕對會喪命 也不是絕對是如此的 好 黃土鴻離開了 我們現在看到好像有翅膀一樣的 這個是雪花 鴨嘴 燕鴻也跟上來搶東西了 哇 繼續在繞圈圈 有沒有 那這個名字很長啦 其實他們的名字都跟外型有關係 像這種